那另外一个听众朋友们 问了这个问题呢 他特别指名 要跟您请教的 他自己本身是想要回国去住 因为在美国生活了这么多年 然后该工作的都已经这个做完了 现在就是想说想退休了 那回去他自己本来的 这个出生地的话呢 他想要问一下 那回去之后 他美国的房子 现在如果是让别人来住 不管是出租 还是让亲戚来使用好了 房子本身都是有房产税的 那他可不可以预先知道 他就预先付掉了 因为他怕他以后回国之后 根本收不到房产税固定的这个税单嘛 每次都会寄来那种一年两年的那种税单 那他如果怕错过 怕收不到 可不可以预缴呢 可不可以上网先去看呢 他可不可以就先放一笔 在国税局 说你自己随便扣吧 可以这样做吗 应该怎么样处理才是恰当的呢 这可不可以请我们理好 会计师也帮我们解说一下 好 那Property Tax 就是房产税或地产税 它通常是以County来处理 就是那个县来处理的 所以比如说LA County 或者Orange County 它处理的方式都不一样 那它Due Day呢 通常是11月1号和2月1号 这两个Due Day 那它讲超过12月10号 或者超过4月10号的话 它的罚金是中的至少10% 这样一个assessment 就估计的那个10块钱的罚金 也就是说1万块 至少有1000块的罚金 所以千万不要迟到 不过在假如是洛杉矶的这个Property的话 它这个房子在洛杉矶的话 它实际上是可以接了Email Reminder 就是它有这个功能 通常政府是不会给你发Email的 不过洛杉矶County的这个Office 可以给你Email 提醒你要付这个地产税 然后它假如说付的话 它可以直接用这个叫e-check的方式来付 只要它的地产税没有超过100万 那它是有收2.22的手续费的 所以这个就提醒 然后它那个LA的网站还挺好的 它有中文的这个翻译的网 而且它还有中文的视频 教你一步一步怎么去做这一块 太棒了 要给我们LA County的这个SASER鼓鼓掌 在收钱的时候 它还记得要放一个中文版的 而且呢 还可以有Email通知喔 所以如果大家很怕这个情况会产生的话 到这个网站去 把你的Email放进去 那它都会固定放 那是不是每一块地 因为它有不同的这个地号啊 税号啊 我们每一块地都要特别去申请啊 就是它是按照人走的吗 还是按照地号走 应该是D吧 是不是李浩克先生 它是按照地址 实际上它的那个 Property Tax Statement 是有一个AIN 叫行估识别号码 That's the Identification Number 它是PIN Number 这两个Number都需要 才可以找到你的这个Property 所以你要去找一下你的地址 是哪一个AIN Number 这样才好去支付你的这个Property Tax 好的好的 太棒了一个讯息了 我真的还不知道 我们LA County 已经可以用Email通知了 我就是那一种像李浩会计师讲的 会不小心忘掉 都会想说 欸还早吗 再拖一下下之类的 那一懒惰一拖延 随便这个罚款几百块就来了 那一个几百块 如果你忘掉了很多个那种包租工的话 那就是很大的一个财务损失 所以人不理财 财不理你 尤其是税务规划非常重要 再次谢谢我们李浩会计师事务所的 李浩李会计师 帮我们做精彩的解答 谢谢你